欢迎来到鬼市 规则一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人 规则二 如果在街上有人撞到你 并向你道歉 你必须当场挖下他的眼珠 规则三 如果有人想要和你交易 请先问清楚 因为交易的条件可能是你身体的某个部位 规则四 要是有人问你他或他长得怎么样 如果好看 你要说他难看 相反 如果难看 你要说他好看 规则五 不要轻易许下承诺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 你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规则六 如果你在这里碰到了熟人 别理他 规则七 见到没有脸的人 请立马低头看脚尖 我的车子半夜的时候再也外抛锚了 就下车撒个尿的功夫 转身车子就不见了 确切地说 是整条马路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阴森森的小道 脚踩上去黏糊糊的 像是踩在了某种动物的舌头上 小道的尽头是一条灯火通宁的古街 里面人影绰绰 外面却漆黑一片 仿佛两个不同的世界 刚走到街口 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七条奇怪的规则 我意识到不对 想要原路返回 回头却发现刚才那条小道也没了 四周的黑暗像一只张开大嘴等待猎物的巨兽 只要我赶走进去 就会瞬间把我吞没 我只能看向眼前的街市 默默处理脑子里多出的信息 鬼是 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人 他们又是谁 难道全是鬼 我有了第一个疑惑 小伙子 买个手提灯吧 旁边忽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吓得我一机灵 转头看去 发现街口的旁边 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摊位 摊主是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 她笑起来时 脸上厚厚的褶皱和老人般堆在一起 甚人得很 没有灯的话 走夜路会很危险的 小伙子买一个吧 我没有说话 只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从头到脚的每一根寒毛都倒竖起来 因为她说的手提灯 竟然是一颗颗触目惊心的人头 男女人的都有 全都是在天灵盖凿开一个洞 然后掏空里面的东西 放上一根油辣 微弱的烛光 透过空荡荡的眼眶 落在老婆婆的脸上 让她看起来像个魔鬼 我的脸瞬间就白了 想要转身就跑 但我不敢 因为我有预感 如果真愣的做了 这摊位上又会多出一盏新的人头灯 而前面的鬼市 陆陆续续走出了一些人 消失在了身后的黑暗里 我观察到 他们每个人的手里 都提着一个人头灯 就像下一天的人 都打着伞一样平常 老婆婆不耐烦了 小伙子 你到底买不买 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 仿佛一把力气 扎进我的耳膜 当油灯屎 我颤声道 买 老婆婆立马笑开了花 又黑又黄的牙齿开开合合 声音又变回了刚开始的平缓 小伙子 自己选一个吧 我强忍下恶心想吐的冲动 目光在摊位的人头灯上 一一扫过 突然想起脑海中的规则三 如果有人想要和你交易 请先问清楚 因为交易的条件 可能是你身体的某个部位 婆婆 你要什么 我忐忑万分地问 小伙子 别害怕 婆婆不收你的东西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听到这话 我更慌了 因为规则五说 不要轻一下承诺 但话都到这份上了 我只能硬着头皮问 什么事 帮我找一下孙子 老婆婆从怀里 拿出一只小孩子 穿的红色绣花鞋 我孙子昨天走丢了 只找到一只鞋子 我要你帮我找到它 并且带它回来 好 我接过鞋子 此时我心里是庆幸的 相对于要我去杀人 找人无意要轻松很多 老婆婆 那你选好了吗 要哪个灯 这个 我指着摊位上 一颗没那么恐怖的人头 从老婆婆的摊位离开后 我进到了鬼市 里面的人长什么样的都有 没有眼珠 就只有空洞眼眶的 脑袋180度扭曲倒着走的 薛筋少两肠子 放在地上拖着的 反正是要多恐怖 就有多恐怖 要多恶心 就有多恶心 我也理解了规则一的意思 感情是这里的人 都已经不能用人 这个词来形容了 难怪叫鬼市 缺胳膊断腿 在这里都是常态 我几次差点吐出来 但我忍住了 嘴唇都被咬出血来 腿也开始发软 我只能强撑着 不敢表现的 和周围的人有什么不同 免得露出破绽 街上还有不少的摊位 卖什么的都有 就怕你付不起钱 我亲眼看到 一个人搁下自己的耳朵 去换摊位上的一坨 像内脏一样的东西 看得我是惊心胆颤 口水都咽干了 但我没有忘记 帮老婆婆找孙子 开始留意起 穿着红色绣花鞋的小孩 虽然我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出现在这的 那些奇怪的规则 又是谁颁布的 但我相信 只要按照规则来 就肯定能活着离开 这个鬼地方 想着想着 一只手突然从后面 搭在了我的肩上 我吓得直接降在了原地 好巧啊 在这里都能遇到你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我撞着胆子回头 发现竟然是我的死党 萧浩宇 不对 她不是萧浩宇 她两年前就出国了 一直没回来 要是回来了 不可能不告诉我 所以她是假的 我又记起规则六 如果遇到熟人 不要理她 于是我转身就走 她小跑跟了上来 捶了一下我的肩膀 堂哥 你怎么回事 见到我不高兴吗 真的太像了 不仅长得像 连语气和动作 都跟记忆里 真正的消耗语一模一样 可越是这样 我心里越是胆寒 加快脚步 想要甩掉她 但她始终不依不饶 一直和我搭话 见我不回答 她又转变了套路 堂一 你说话呀 是哑巴了吗 再不理我 老子就和你绝交 呵呵 我只是轻轻一笑 还是没鸟她 开什么玩笑 毕竟规则摆在那里 我可不敢拿小命去尝试 肖浩宇越来越急躁了 她拦在我的身前 从旁边的摊位上 抓起一把刀 看向我 再给你一次机会 跟我说话 不然我就捅死你 没等我回她 一旁的摊主就先开口了 买刀 我要你的左手 我和肖浩宇同时镇住 她先回过神来 毫不犹豫 就跺下了自己的左手 丢给摊主 而我还愣在原地 直直地看着肖浩宇 不对 更确切地说是 看着她的身后 在我的正前方 也就是肖浩宇的正后方 隐面走来一个 看不出性别的人 因为她没有脸 连五官的轮廓都没有 头发也没有 整个脑袋像是一个肉球 而前面就是一块整瓶 怎么 怕了 肖浩宇见我低下了头 还以为我是被她吓到了 怕了你就和我说话 低头干什么 我冷汗都冒出来了 虽然视线在脚尖上 但余光还是能看到 除了我和肖浩宇外 多出了一双脚 而这双脚的主人 不是别人 就是那个五脸人 他站在了我和肖浩宇的中间 如果肖浩宇没有瞎的话 就肯定能看到 但他似乎不知道规则 他对五脸人说话了 你谁呀 没看见我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 只听到了一阵冒水泡的鼓鼓声 随后一滴又一滴的鲜血 粘成丝线落在了地面上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敢抬头 继续低着脑袋 紧绷着微微颤抖的身体 直到肖浩宇倒下 倒在我的脚边 我用余光小心地瞥了一眼 可就是这一眼 让我感觉像是去黄泉地狱走了一趟 窒息 星际 眩运等多种不良反应同时袭来 我差点昏过去 因为肖浩宇的脸 被人当面粉一样揉在了一起 眼睛 眉毛 鼻子 嘴巴 全部卷在一坨 就像包子正面的那个尖尖 我就看了一眼 眼睛就像被刀刺到了一样 迅速退了回去 死死地盯住脚尖 努力让自己的视线汇聚在一点 可那个画面 已经深深刻进了我的脑海里 不时就在眼前闪过 紧闭双眼像溺水之人一样 努力调整自己的呼吸 过了好久我才站着身体 才发现冷汗已经打湿了我的全身 我拖动着发软的脚步 尝试着从肖浩宇的尸体旁绕过去 但腿突然就使不上劲了 重心不稳之下 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一位大叔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连连鞠躬道歉 但大叔没有说话 也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原地 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我的声音不免有些发抖 怎 怎么了 大叔的表情愈发的阴沉 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 上面抱起一根根如蚯蚓般黑色的血管 恐怖至极 像是要随时把我撕碎 我的脸色猛然一变 突然想起了规则二 如果在街上有人撞到你 并向你道歉 你必须当场挖下他的眼珠 那反之 是不是就代表 如果自己撞到了别人 是不是也要挖下自己的眼珠 应该是这样的 不然这个刚才还一脸憨厚大叔 是不会无缘无故发怒的 难道真要把自己的眼珠挖下来 然后作为道歉礼送给他 我做不到 准确来说是个人都应该做不到 但如果不给的话 看大叔这样子 我恐怕也难逃一劫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全身被一股强烈的危险气息笼罩着 如果道歉需要眼珠的话 拿别人的可不可以 我迅速分析起规则二 他只说了要挖下对方的眼珠 但我撞到大叔时 他没有立刻就挖掉我的眼珠 而是站在原地等 好像是在等我自己拿给他 那么是不是就说 不一定非得要我的眼珠 也可以用别人的眼珠来代替 想到这 我看向了地上的萧浩宇 虽然他的五官被五脸人揉在了一起 但五脸人并没有拿走他的眼珠 刚好可以 对我拿来验证刚才的想法 大叔 对不起 这个给你 我也顾不上什么恶心了 在死亡的恐惧下 人的求生欲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大叔接过了我手里 刚从萧浩宇的尸体上摘下 还热乎着的眼珠 没事小伙子 下次记得小心一点 他又恢复了刚见到时的憨后 瞅摆了摆手就走了 而且两颗眼珠 他还很有礼貌的只拿了一颗 我不经常舒了一口气 很明显我的想法是对的 至于另一颗眼珠则被我收了起来 不是我变态 而是万一再遇到类似的事情 也算有个解决方法不是 我进来还没一会的功夫 手里就多了一盏人头灯 多了一颗黑白分明的眼珠子 还多了一把小刀 小刀就是萧浩宇用左手换来的那把 我把它捡起来了 差点忘了 还有老婆婆他孙子的绣花鞋 也一直在我怀里 我必须先找到他的孙子 完成承诺 然后才能想办法离开鬼市 毕竟规则我写得很清楚 我如果没有完成承诺的话 下场会很惨 可这鬼市说大也不大 说小也不小 那么多的人 我怎样才能找到老婆婆的孙子呢 找人问 我的目光从路过的大妈身上扫过 随即收回来狠狠打了个寒颤 因为大妈的怀里有一个血淋淋的婴儿 而她的肚子是空的 看上去像是刚被掏出来 算了 我还是老老实实自己找吧 找的过程中 我路过一家包子铺 热气腾腾的包子香味 狠狠刺激着我的味蕾 肚子已经开始抗议了 但我在包子铺外面 足足站了几分钟都没赶进去 谁知道里面卖的是什么线的包子 我也不敢问 静止走了过去 一直走到了鬼市的尽头 一堵黑墙挡住了去路 还是没找到老婆婆的孙子在哪 只能折返回去 重新找一遍 直到又回到刚才路过的那家包子铺 我才停下脚步 朝包子铺里走去 不是我饿了 而是我在包子铺的门口 意外发现了另一只红色的绣花鞋 跟老婆婆给我的那只一模一样 但我不敢肯定 就想着过去捡起来比对一下 你要买包子吗 刚出炉的 新鲜得很 一个男人挡在了我面前 看打扮像是包子铺的老板 他的左眼不正常的凸斜着 像是把别人的眼珠 强行塞在了自己的眼眶里 有些不对称 身上的围裙沾满了血和肉末 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而旁边的砧板上有一些刚剁好的肉馅 只是这肉有点奇怪 怎么看都不像是猪肉 而更像是人肉 我心里突然涌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连忙问 老板 你能把那只鞋给我看看吗 我折指包子铺门口的绣花鞋 好在老板没有拒绝 经过比对后 我确定了 这就是老婆婆给我的鞋子的另一只 可是 它怎么会出现在包子铺里 难道 我不由得看下了砧板上那坨奇怪的肉馅 难道老婆婆的孙子 被包子铺的老板杀了 可是老婆婆的要求是 不仅要找到她的孙子 还要带回去 我也答应了 但当时我没考虑到一点 那就是她的孙子已经被人杀了 老板 你这鞋子哪里来的 我硬着头皮问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但万一是我想多了呢 哦 一个小孩子的 老板很随意地回了一句 但手上的动作明显停顿了一下 眼神也有些不自然 配上他那只凸鞋着的眼 真是别扭的不行 搞得我都害怕他说着说着话 眼球顿的一声就掉出来 那小孩子去哪了 你知道吗 我又问 包子铺老板猛地把刀往针板上一剁 我说你到底买不买包子 不买就滚 小心老子把你也剁成肉馅 我吓了一跳 但如果找不到老婆婆的孙子的话 我就完不成承诺 等于违反了规则 代价就是丢掉小命 萧浩宇的尸体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样想起来 包子铺老板的威胁 听着就没那么吓人了 老板 我买了包子后 你能告诉我吗 我拿出萧浩宇的另一颗眼珠 小心地递过去 老板看到眼珠后 眼神里出现了狂热 看得出来 他是想要这颗眼珠的 我想 他应该是想换掉 自己那颗不合适的左眼 找一颗更合适的 果然 他点了点头 可以 但是你要当着我的面 先吃一个包子 然后我再告诉你 那个小孩的下落 我迟疑了一会 好 见我答应 包子铺老板 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脸 他先是从我手里 接过萧浩宇的眼珠 小心地擦啊擦放好 然后从蒸笼的最下面一层 取出来几个包子 用一个青瓷碗 装着地给我 吃吧 我拿起一个包子 稍稍酝酿之后 闭着眼睛咬了一小口 味道竟然还不错 老板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那个穿红色绣花鞋的小孩 在哪吗 包子铺老板 就在这里 在你店里 我不由一喜 又对老板说 你能把他喊出来吗 有人托我带他回去 但他的回答 让我的心都凉了半截 只见他 先是摇头又点头 指着砧板上的肉末 他就在那 已经被我剁成肉馅了 刚准备拿去包包子 嗯 我刚刚吃的也是用他的肉做的 我的脸色难看起来 嘴里还残忍着刚才吃包子的残渣 喉咙里顿时生起一股浓烈的恶心感 不是 本来想给你吃这个的 但还没来得及争 不是就行 我松了口气 你要是想要吃他的肉做的 我可以给你包 但要等一会 我连忙拒绝 转身就走 想了想 又回去 用小刀换了点老婆和他孙子的肉后 就离开了包子铺 走在路上 我还带想这件事 我答应老婆婆帮他找回孙子 好像也没说是要活的还是死的 这样的话 我把他孙子的肉带回去 是不是也算完成了承诺 我感觉自己想多了 试想一下 如果你让人帮忙找儿子 对方却提了一斤你儿子的肉回来 然后告诉你 你儿子死了 还被剁成了肉馅 刚准备拿去包包子 我看着新鲜 就买了一斤带回来给你 想不发狂斗难 可人都已经没了 我也只能带着肉回去 我甚至都能想到老婆婆大发雷霆 然后把我的脑袋拧下来 做成油灯 摆在摊位最显眼的地方 当然还有第二种结果 就是和我之前想的一样 老婆婆只说了带回她的孙子 没说死活 我带肉回去 就相当于完成了承诺 也就可以逃过一劫 这第二种结果明显有堵的成分 可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了 就在我思索之时 一道纯正的男生从前方传来 这位兄台请留步 我抬眼看去 发现身前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的人 他一副书身的打扮 面向儒雅 俊逸非凡 简直就是妥妥的美男 什么事 我问 同时心想 这鬼市里竟然有人长得比我还帅 哦 他摊开手中的化扇 轻轻挥了挥 对我抱拳道 在下有疑疑惑 不知这位兄台能否解答 问吧 我还在想他到底是人是鬼 就随口应了一句 当反应过来时 恨不得给自己来两巴掌 这条街都叫鬼市了 那还有活人吗 是这样的 古人常说人要是己 不仅指内力 还重外在 朋友常说我貌比潘安 但在下还是想问问兄台 别人是否如朋友所说那样貌比潘安 书生的言行举止都很到位 浑身散发着儒雅的气息 但我能回答帅吗 规则四说得清清楚楚 如果碰上有人问你 他的长相 帅要说丑 丑要说帅 反着来就对了 于是我便说 你朋友是骗你的 你其实丑了一批 让人看了都想吐 书生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口中吐出两字 不信 不信 我蒙了片刻 反应过来后 直接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 现在信了吗 你这张丑脸 我看了就想抽 说着 我怕他还不信 反手怕 又是一巴掌戳他脸上 书生的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神色不断变换 不同人的脸型 在他的脸上不断浮现 就跟冒跑一般 一张接着一张 时而变成 猙獰丑陋的大汉脸 时而变成儒雅帅气的书生脸 甚至还会变成 阴柔女人的脸 场面十分的诡异 就像在他的那张书生脸下 还封印着各式各样的脸 然后在同一时间爆发了出来 最后 他的嘴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 连也变得血肉模糊 看不清神态 只觉得恐怖 算你走运 竟然猜中了我本体的外貌 他用那双诡异的眼球 盯了我两眼 凑在我的肩膀闻了闻 活人的味道 你是活人 见到他的动作 我的心像琴弦一样紧绷起来 连呼吸都停了一瞬 大脑飞速地运转着 不是 我摇了头 你饿了 看看我刚买的肉 是一个小孩的 新鲜得很 要不要来一点 我把从包子铺买来的 老婆婆他孙子的肉 提到了他面前 真不是 可是真的好香啊 他把那张血肉模糊的脸靠近 吸嗅着我身上的味道 仿佛把我当成了一道美食 如此近的距离 我注视着他那张像是被老鼠啃烂的脸 浓浓的腥臭 萦绕在鼻尖处 但我不敢表露半分一色 也不敢停住呼吸 只能艰难地忍受着 好在他没有说在我身上咬一口 尝尝味道 只是说了一声无趣 便变回书生的儒雅 去寻找下一个猎物了 我手心都钻出汗了 看着他离开后 才重重地吐了口气 还好我机智 刚好手上又有老婆婆他孙子的肉 他在确认我手里的是人肉后 脸上的怀疑明显就少了 让我成功蒙混过关 我继续走向老婆婆摊位的方向 也就是鬼市的入口 隔着老远就看到了那个勾楼的背影 守着那一排排所谓的手提灯 我犹豫了好久 又看了看手里白红交错的肉线 在心里酝酿着措辞 最后一咬牙走了过去 可刚走几步 我就看到老婆婆拉住了一个人 应该是在问她要不要手提灯 但那人摆了摆手 似乎是拒绝了 接着我就看到了残忍血腥的一幕 只见老婆婆如枯骨般的手往前一探 就从后面抓住了准备离开那人的脖梗 如而细斑轻轻一扭 那人的头颅便冲天而起 无头尸体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这惊心动魄的场面 让我的脚步迟疑了 停下来没再敢往那边走 而老婆婆不知从哪里拿来一把凿子 和一个小锤子 开始了新的手提灯的制作 还是先别过去了吧 我默默地退了回去 开始观察里面的人是怎么出去的 很多都是直接走出去 然后没入黑暗 与她融为一体 但是我感觉要是自己这么做的话 就算最后能活下来 可能也不是回到原来的世界 出路在哪呢 我在不表现的格格不入的情况下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可还是有人盯上了我 这次是一个女人 说的话虽然和刚才的书生不一样 但意思还是差不多的 大概就是问我她长得怎么样之类的话 我的嘴角不自觉地抽出了两下 漂亮两个字到了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最后还是颤抖着 从喉咙里挤了出来 漂亮 女人一听 立马对我露出了一个友好的笑容 可她不笑还好 这一笑差点把我魂都吓没了 因为她的脸像是拼凑起来的一样 打满了补丁 嘴角里到了耳后跟 脸颊和下巴处被黑色的针线缝着 还搭外着一些条状的碎肉 真是 一言难尽 我不信 他们都说我长得丑 女人似乎是看我脸色不对 所以觉得我是在骗她 没有没有 我看她的双眼越来越红了 连忙出声稳住她的情绪 你真的很漂亮 是我见过所有女孩子中最漂亮的 我的语气前所未有的重肯 毕竟性命当前 谁也不敢含糊 她歪脑袋 脸上黑色的线头晃来晃去 表情半信半疑 真的 真的 我用力点头 我不信 除非你亲我一口 亲 亲你 我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直到她点头 我才反应过来 看向她那张打满补丁 手握上去都觉得扎手的脸 我直接愣在了原地 这让我怎么吓得去嘴 不亲 坚决不亲 就是死也不亲 嘿嘿 那个 拒绝的话还没到嘴边 我就见到她的脸色冷了下来 连忙改口 不是我不亲 而是 女人面色不善地盯着我 情急之下 我脱口而出 而是你太漂亮了 亲你 我都觉得是一种亵渎 女人一听 低头思索了一会 就当我以为又逃过一劫时 她抬起头 那你娶我不就好了 啊 这下我是真的傻了 直直无无半天硬是不知道说什么 女人见我半天不说话 她怒了 你都不愿意娶我 那刚才说的话肯定也是骗我的 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 只见她的嘴巴越张越大 边上的线条一根根地崩开 开始不断地进出黑血 眼球也被一片血色覆盖 像挤了一只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 不是 你冷静点 我娶 我娶你还不行吗 你以为我是像胆怯妥协了 不 而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想着 我看向了鬼市入口 那个沟楼恐怖的背影 你又想骗我 女人明显不相信我了 没办法 我只能主动上前拉住她的手 我怎么会骗你呢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夫妻了 你没骗我女人疑惑到 那你手抖什么 有吗 没有吧 有 不仅手在抖 连全身都在抖 听完 我汗颜不已 就你长的那样 就是耶稣来了 也得抖三抖啊 于是想了想 因为有人要杀我 所以我害怕 女人听了 顿时大怒 是谁 我先帮你撕碎她的脖子 听完 我按喜 折纸麦登的老婆婆 就是她 要是她和老婆婆干起来 那无论谁死 对我都是有利的 最好是她们同归于尽 这样我一不用违反规则 二不用娶这个厉鬼般的补丁女人 就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 女人转头看了一眼老婆婆 当场就脸色一变 你怎么惹上她了 从女人的语气中 听得出她对老婆婆的忌惮 但就是要这样才好 不然就没意思了 于是我故意激将 你要是打不过就算了 反正 谁说我打不过 她打断我的话 杀她也就多花点功夫而已 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 我撇了撇嘴 那你还说 要帮我撕碎她的脖子 谁知道你说的是她 女人的样子 似乎是不打算出手 我本来还想说点什么 但她抢先开口 我不会出手 但她如果要杀你 我会拦住她 我点了点头 看了眼手里的 老婆婆她孙子的肉 想着 等一下你恐怕不出手都不行了 我走向老婆婆 女人在后面跟着 小伙子 你来了 老婆婆一见到我 立马露出了一个笑容 语气满是蜥蜴 你找到我孙子了吗 我把手里的肉递给了她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老婆婆醋眉 我是问你 找到我孙子没有 她这时刚完成 新手提灯的制作 满手的鲜血 旁边的地上 还有一滩红白之物 场面十分血腥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说了 这肉就是你孙子的 它被人剁成了肉线 老婆婆愣了一下 随即尝了一大口手里的肉 然后点头 还真是我孙子的 说着她又吃了一口 细细咀嚼着 嘴里发出嘖嘖的声音 看得我心里一阵恶喊 老婆婆 这可是你孙子的肉 吃出来了 她点了点头 小伙子 我让你帮忙找孙子 你却只带了她的一斤肉回来 你是什么意思 老婆婆面色发冷地问我 她在确定 那是她孙子的肉后 我感觉周围的气温 都向了几个度 特别是脖羹子后面 凉嗖嗖的 就当我开口 想要把老婆婆的仇恨 往那个厉鬼女人身上饮食 老婆婆接下来的话 真是让我如坠冰枯 怎么说也是我的孙子 你竟然只给老婆子一斤肉 未免也太不人道了吧 合着她生气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她的孙子 被人剁成肉线 而是因为我给她的肉太少了 可这是她孙子的肉啊 而且看她那样子 似乎是认为 我把其他的肉丝吞了 不是我只给你一斤肉 而是把你孙子 剁成肉线的那人 只给我一斤肉啊 我低声对老婆婆说着 余光瞥了一眼 背后的厉鬼女人 接着说 如果您还想要 更多的肉的话 就去问那个女人 不过她可不好惹 而且还不一定会承认 肉在她手上 经过我一番 半真半假的忽悠 老婆婆半信半疑 真的 我狠狠地点了点头 您想想 她为什么只拿一斤肉给我们 还不是你孙子的肉 太鲜美了 她就想一个人独吞 老婆婆听后 立马信了大半 让我给她守着摊子 自己则去找女人要肉去了 可女人哪里有什么肉 她压根什么都不知道 但老婆婆听了 又想起我说的话 还以为她在撒谎 结果两人愈吵愈烈 最后大打出手 女人一副厉鬼模样 张开大嘴咬向老婆婆 但被老婆婆手里的凿子 捧了个对穿 凿子的顶部 直接从女人的后脑勺穿出 冒着鼓鼓黑水 女人吃痛之下 伸出手想撕破老婆婆的喉咙 可反被老婆婆拧断了脖子 女人死后 老婆婆黑着脸朝我走来 见状 我本想着告诉她包子吐的事 然后就顺势脱身 哪成想 老婆婆一上来就掐着我的脖子 把我整个人都提了起来 完全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强烈的窒息感充斥着我的全身 双腿在空中无力的蹬着 只觉得脑子里一阵眩晕 很难想象 老婆婆如枯骨般的手 竟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当时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完了 等我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奇怪的维度空间内 四周一片黑暗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只有我茫然无措的脚步声 在周围回荡 仿佛天地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这难道就是地狱吗 我随便找了一个方向走去 在黑暗中我分不清方向 也分不清时间 我仿佛不知疲惫 就这么一直不停地走着 周围仍是一片黑暗 就像我走了那么久 还在原地一样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我突然感觉身后传来窥视感 猛地回头 可依旧是一片黑暗 明明什么也没有 但我就是有种对人窥视的感觉 而且那种感觉比我越来越紧 我越来越心慌 开始疯狂地跑起来 窥视感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耳后传来的呼吸声 我感觉脚步愈发沉重 也就在这时 眼前的黑暗中突然出现一道门 一道散发着柔和白光的方形门 我拼尽全力跳进去 等在睁眼时 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条熟悉的马路上 我躺在地上 周围站了一圈人 不停地在讨论 我缓了好久 也可算听明白了他们讨论的内容 大概就是说我被车撞了 飞了足足有电线杆子那么高 摔在地上不省人事 嘴里还时不时发出怪声 双腿在地上乱灯 接着人就醒了 当时我就无语助了 被车撞我是信 但飞了电线杆子那么高 打死都不信 不然哪还有小命在 恐怕直接就去见阎王爷了 见我没事 原本围着看热闹的人散开了 最后我是自己去的医院 检查过后 身体没什么大碍 就是受惊了 我也和朋友们说过鬼师的事 但他们都不信 把我说的当玩笑话了